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财经扫盲课 关于财经、股市的扫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股市的健康跑 投资者的心跳加速 二、量化交易的魔法书 算法巫师施法中 三、退市的过山车 股民紧握安全带 内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股市的健康跑 投资者的心跳加速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股市就像一位 经验丰富的马拉松选手 他的健康跑是一种稳健 而有节奏的前进方式 这位选手知道 要想完成长达42公里的赛程 就不能一开始就冲刺 也不能中途停下来喘大气 股市的健康跑体 现在他的长期增长趋势上 尽管会有起伏 但总体方向是向前的 然而,对于投资者来说 尤其是那些日内交易者 或者情绪化的个人投资者 他们的心跳 往往随着股市的每一个小跳动 而加速 每当股市的步伐稍微加快 他们的心脏就像被点燃的烟火 跳动得越来越快 而一旦股市出现短暂的滑跌 他们的心跳 可能就会跳到嗓子眼 仿佛他们自己正在悬崖边上 坐高空走索 有趣的是 这种心跳加速 往往并不是因为实际的财务损失 而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控制的渴望 投资者经常忘记 股市就像自然界的生态系统 它有自己的节奏和规律 不可能总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形式 让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位投资者 我们叫他约翰 约翰是个心脏不太好的人 但他热爱股市 每天都盯着股票价格 有一天 他买了一只他认为会大涨的股票 结果 这只股票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跌宕起伏 就像过山车一样 约翰的心跳从平静的节奏变成了摇滚鼓点 他的情绪也随之起伏 最后 股票在收盘时回到了原点 没有涨也没有跌 约翰感到既松了一口气 又有点失望 他的医生告诉他 如果他想要保持健康 就应该像股市一样 保持一种健康的节奏 而不是让自己的心跳 随着市场的每一个小波动而起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作为投资者 我们应该学会保持冷静 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像马拉松选手一样 我们应该专注于长期的目标 保持稳定的步伐 而不是被短期的波动所吓倒 这样 我们的投资之旅 才能既健康又愉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量化交易的魔法书 算法巫师施法中 在金融界的深邃森林中 有一群神秘的巫师 他们被称为算法巫师 Quant Wizards 这些巫师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术士 他们不依赖占星 或者读取动物内 将来预测市场的未来 相反 他们的力量源自于一本神秘的魔法书 量化交易的盛典 这本魔法书 不是用羊皮纸制成 也没有神秘的符号 而是由成千上万行代码组成 嵌入在超级计算机的心脏之中 算法巫师们通过这些代码 施展他们的魔法从市场的噪音中提炼出模式 捕捉到那些凡人眼中看不见的机会 他们的魔法咒语包括了机器学习 大数据分析和统计套利等等 这些咒语能够让他们在股票 期货 外汇等市场上 像猎豹一样迅速而精准地捕捉猎物 他们的法杖是先进的计算机 他们的水晶球是复杂的数学模型 他们的魔药是数据的洪流 但是量化交易的世界并不总是那么光鲜 就像所有的魔法一样 如果施法不当 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讲的是一位名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的巫师 他们使用了一个看似无敌的魔法公式 却在1998年引发了一场金融风暴 几乎让整个世界经济陷入崩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强大的算法巫师 也必须尊重市场的力量 谨慎施法 市场是一个活生生的野兽 不可预测 不受控制 算法巫师们必须时刻警惕 不断地调整他们的魔法书 以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环境 在现代金融的战场上 算法巫师们的战斗从未停止 他们在数字世界中 悄无声息地施展魔法 而我们普通人 只能在新闻中读到他们的传说 但是无论他们的魔法多么高深莫测 有一点是肯定的 在这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新时代 算法巫师们将继续在他们的量化交易 魔法书中探索未知的力量 试图解开市场的最深奥秘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退市的过山车 股民紧握安全带 各位投资界的勇士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那些让人心跳加速 肾上限速飙升的股市过山车 退市股票 这是一场只有最顽强的股民 才敢参与的游戏 他们紧握安全带 准备随时迎接股价的急速上升 或是自由落体 首先我们得明白 股票退市并不是一件稀奇事 它就像是商业世界的自然选择 淘汰那些不适应市场环境的物种 退市的原因多种多样 可能是因为公司业绩连年亏损 也可能是因为公司做了一些 不太光彩的事情 比如财务造假 或者是因为公司被并购 不再需要独立上市 对于股民来说 退市就像是一场没有安全网的走钢丝表演 在退市的消息传出之后 股价通常会经历剧烈的波动 有的股民会选择立即逃离 把损失降到最低 而有的股民则会选择继续持有 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刻抓住转机 这时候股市就变成了一场赌局 股民们就像是坐在赌桌旁的扑克玩家 试图从对手的脸色和赌注中判断形势 但不同的是 在股市这个赌局中 对手不是坐在对面的玩家 而是整个市场的无形手 有时候 退市股票会在最后的时刻出现反弹 就像过山车在即将坠落的那一刻突然被拉起 让那些紧握安全带的股民们尖叫连连 但更多的时候 股价的下跌是不可避免的 最终只会留给股民一地鸡毛 在这场游戏中 有人可能会因为及时跳车而幸存 有人可能会因为压住错误 而损失惨重 但不管结果如何 所有参与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体验 那就是肾上限速的激增和心跳的加速 最后 我想说的是 股市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 退市股票更是其中的高风险区域 在这里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 没有人能够保证盈利 所以 亲爱的股民们 如果你们决定参与这场过山车游戏 请确保你们的安全待机的构景 而且要有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心理准备 记住 股市不是游乐场 而是一个需要冷静分析和理性决策的战场 祝各位好运 愿你们都能在这场股市过山车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和刺激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讨论了股市的健康跑 量化交易的魔法书和退市股票的过山车 这些话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趣的想法和见解 首先 股市的健康跑告诉我们 作为投资者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不要让短期的波动影响我们的判断 和马拉松选手一样 我们应该专注于长期的目标 保持稳定的步伐 才能在投资之旅中取得成功 其次 量化交易的魔法书展示了算法巫师们的神秘力量 他们通过机器学习 大数据分析等方法 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捕捉市场的机会 然而 我们也要意识到 市场是不可预测的 算法巫师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不断调整他们的策略 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最后 退市股票的过山车告诉我们 股市是一个高风险的地方 参与退市股票的投资 就像是一场赌局 在这个游戏中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 不能保证获利 所以 如果你决定参与这场过山车游戏 请确保你的安全待机的够紧 有心理准备 可能失去一切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股市的健康跑有什么看法 你对量化交易的魔法书有什么疑问 你对退市股票的过山车 有什么经历 请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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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